SPEXX火箭載取株瘟類病毒顆粒升空 這是台灣首次將病毒顆粒送上外太空 病毒要在太空為期一個月掌精旅床再回到地球 國服中心解釋耗費心力送上外太空 為的是要看清楚病毒結構 男子林秉書涉事報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日前遭依八大罪嫌起訴 法院裁定續押禁件三個月 西美地緣28日首度開庭 林秉書透過律師表示坦誠對高嘉瑜動作 但認為這只是一般傷害罪並沒有涉及隱私 林秉書的父親低調現身未受訪 但在庭外發出12點紙本聲明 除致歉外並盼望林秉書接受制裁及強制就醫 合術聯合科技前副總裁蔡敬國登山失聯已經超過24小時 她的女兒蔡子平今天也到山區期盼能找到父親 西美市消防局增派原力 加上不少山難救助協會人員持續搜山 以搜索9條路線仍沒有下落 或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推薦的電影《沉默呼聲》 被譽為中文版的新德勒名單將在臺灣上映 策展人林凱文說這是一部感人至極撼動人心的影片 四月限量口碑場 臺灣觀眾一定不要錯過 新航亞開電視總理報導 主席